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來觀賞我的視頻 和阿里伯伯一起來練武功,學習Sallyworks 3D繪圖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視頻後,對你有所幫助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們今天的專題是這個零件 這個零件其實也很簡單,只是多加了幾個孔而已 其實並不複雜 幾個步驟就可以把它完成,也很適合出鞋子來練習 我們先來瞭解它們的外觀與尺寸 中間這邊眼孔直徑是28毫米,外邊眼半徑是20毫米 這邊厚是28毫米 這邊高是6毫米 這邊高是24毫米 這邊眼角半徑是0.8毫米 上面眼角半徑也是一樣 下面這邊切口長是1.6毫米 高也是1.6毫米 中間熱材厚是6毫米 寬是8毫米 底座有4個眼孔直徑4毫米 距離側面4毫米 距離外面5.5毫米 再來上面這邊切口寬是2毫米 外面寬是14毫米 側面這邊有3個眼孔直徑2毫米 距離上面3.6毫米 側邊這邊距離7.2毫米 眼孔距離7毫米 那了解他們的外觀一次寸厚 我們就一起來畫畫看 快速的把它們完成 我們就開始來動手吧 那怎麼樣畫呢 我們重新畫一次給各位參考 開新的檔案 選擇零件匯子確定 選擇前機子面草圖匯子 選擇線集合建構線 從這邊畫一條水平線 轉垂直線往上 切點 選擇圓 上面端點這邊上 畫個圓 切點 選擇偏移圖圓 6毫米 選擇圖圓 切點 選擇線 從這邊畫一條垂直線往下 轉水平線 轉垂直線往下 轉水平線 這裡畫個切口 往上 切點 選擇矩形工具 選擇對角矩形 從這裡畫一個矩形 切點 切點 選擇修剪工具 修剪不要的圖圓 切點 選擇這條線與這條線 當長當勁 當長當嗯 當長當勤 選擇這條線 隨時 bottom 選擇這條線 一直給圓 筝切 選擇線 從這邊畫一條斜線 切點 選擇圓脚工具 圓角半徑是開個圓解 白充電 選擇縫尾 确定 选择镜色 选择镜色图眼 镜色于垂直线 确定 选择智慧型尺寸 中间这边眼孔直径是28毫米 这边高是6毫米 下面这边切口高是1.6毫米 这边宽是8毫米 这边高是24毫米 这边高是7.2毫米 这边宽是2毫米 画面宽是14毫米 选择修剪工具 修剪不要的涂液 确定 确定 选择特征 生产填量 方向 接下来 2厨 横東 2� cô 他使用2厨 2厨 温厚 2面2ag 가운데 確定 選擇草圖一 深藏填料 方向 兩側對稱 給定深度 六毫米 輪廓 這裡 這裡 確定 選擇這一面 草圖繪製 圖面轉轉 選擇線 擠合建構線 從這邊終點 畫一條水平線 轉垂直線 往上 確定 選擇鹽 上面這邊 畫個鹽 確定 選擇智慧型尺寸 這邊眼孔直徑是 四毫米 這邊距離側面 四毫米 距離外面 五點五毫米 選擇鏡色 選擇鏡色圖顏 靜色與水平線 確定 選擇鏡色 選擇鏡色圖顏 靜色與垂直線 確定 選擇特征 生長除料 確定 上 adrenal色圖顏 飛滑 轉色κ 類似乎 3 離開 這裙 選擇 四周圖顏 別 부분 選擇 隔離外面 再選擇 再選擇 戴 另一場 Pol 畫個圓,這邊也畫個圓 確定 選擇近色,選擇近色圖圓 近色以垂直線 確定 選擇這兩個圓,擋長擋近 選擇智慧型尺寸,這邊距離7毫米 這邊距離3.6毫米 用空置近2毫米 選擇特徵生長出料,選擇完全貫穿 確定 選擇眼角工具,眼角半徑是0.8毫米 選擇眼角的邊線 確定 這樣整個圖形就完成了 選擇眼角色 再來給它上個顏色 選擇青色,看起來比較漂亮 確定 這樣整個圖形就完成了 最後我們來減它尺寸 這邊高是6毫米,這邊高是24毫米 中間這邊眼孔直線是28毫米,這邊距離是6毫米 下面這邊切口高是1.6毫米,這邊眼角半徑是0.8毫米 這邊寬是8毫米,這邊厚是28毫米 上面這邊切口寬是2毫米,外面寬是14毫米 側面這邊距離是7.2毫米 側面這邊有眼孔直徑2毫米,眼孔距離是7毫米 距離上面3.6毫米 中間特材厚度是6毫米 中間特材厚度是6毫米 這整個尺寸都是正確的 這個圖形很簡單 利用生長以填除掉以淨色複製功能 就能快速的畫出所有的3D圖形 簡單幾個步驟就把它完成 看過你就會了 當然畫法有很多種 我們要求是快速並正確的完成任務 唯有不斷的練習 功夫才能更進步更上一層樓 好OK,我們今天3D會圖的視頻示範就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觀賞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按下小鈴鐺並訂閱喔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OK,今天的會圖視頻已經結束 希望看完這集視頻後 對你有所幫助 在Sallyworks 3D會圖技巧上 若有任何問題歡迎來信 我懂的是會盡量回答你 若你有更好的會圖方式 也請你告知指教 正所謂教學相長 看得越多,學得越多 喜歡我的視頻記得訂閱 點一下讚幫我加油打氣 按一下右邊的小鈴鐺 有新的視頻就會通知你喔 好,謝謝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